Hello 大家好 又在Facebook見到了 決戰中環又遲到 不好意思 技術問題 還有隻貓開始在鼓掃著 貓在鼓掃著 等了很久了 貓很不滿 今晚又要養一下夜開工 但好消息就是 女王已經出院了 容光換髮 多漂亮 我可以把Adrian的鏡頭 麻煩一下 方便我隨時在鏡頭爬出來 女王已經病 預出院了 有什麼感想 跟觀眾說 病是很貴的 入一日院 是可以救我去日本一個旅程 所以沒什麼 就是不要病 最重要是身體好 其實我走了數很久 說我要講瑜伽 但是我發覺現在的決戰中環 是不同以前的年代 你的麥克風作反 不好意思 不要緊 你繼續抽我的水 我很樂意 各位觀眾我不想的 沒有猜錯 但是現在沒有辦法 我發覺現在決戰中環 是不能夠說瑜伽的 會被人叻叻 所以 Angie你換個麥克風過來 不好意思 她節目是做不到的 所以 有機會我們先說 來 因為病 花很多錢 病很痛苦 還有病是會令到你什麼都做不到 不單止是你不能夠去賺錢 兼甲呢 你還要是把自己的積蓄 嘔疼 各位觀眾 稍等 好 是樣子 你剛才說的 你 拿去買手 拿去 換麥克風 現在是不是在說話 節目正在出街 正在出街 我們在Live 我幫女王正在換麥克風 各位觀眾不要鼓掃 大家有些少許技術的問題 小本經營是這樣 不要介意 我想大家觀眾都支持我們 會很諒解的 對 所以我們沒有籌過期 為什麼我這麼兇呢 我這麼大聲呢 因為我們沒有籌期 沒有籌期 我們背後又沒有金主 又沒有壓力 人都無求品自高 就是 官都無求品自大 影射某人 現在她很小膽 要做最大的官 她現在是求人 她今晚沒有去到Hong Kong You 法律界的辯論 法律界的辯論 就是胡官和胡蘇在 是 不過據聞上一次 六八九都沒有去到 但六八九當選了 幾句狀況感想 一向都不理法律界 大家明白了 民主三百家 基本上人不夠票 都數了 是理性的 不好意思 雖然有少少少 可能累 忽然良方淋熱 而且累 那不是天水位 我知道 但是Hong Kong You都軟 好遠 越遠 越遠 中環上抗於好遠 累的時候 連街都不想出 中環上抗於好遠 是啊 既然傳聞中 現在說我是老共派來的 你? 那我承認 我是老女人共和國的陀主 所以我是老共派來的 所以我是老共派來的 她是老共 那你當我是什麼? 哇 太不給面子的觀眾 我們大聲 因為我們 沒有聲 有人說沒有聲 對不起 是我沒有聲 還是整個節目都沒有聲 不會的 女王的咪咪已經調好 了嗎 再說一次 麻煩 沒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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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什麼事沒有聲 是另一支 插好這支 是女王的咪咪沒有聲 還是全部的咪都沒有聲 我先回收這支咪 沒事 OK 有聲 可以繼續說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今天有什麼話題呢 楊楊 不是競選嗎 競選 競選 競選可以說的 對 女窩補青天 今天最大的一個山兵 如果說競選來講 是不是算是路天璣 大家似乎的著墨 為什麼去了一個女窩的女節 對 因為三個之中 只有一個是女性 這樣就大了一些問題 那也可以是我的 三個裡面都是一個女性 對 可以是女王 不過我不是有選擇 你補青天 團人補青天 就是做人 再加上補青天的洞 但是如果是這樣說 其實女窩是亂倫的 那是不是有什麼暗示 女窩是神話 那女窩就是神話 神話可能是跟遠古發生過的事情有關 不過當時沒有文字 口耳相傳 慢慢變成神話 每一個地方文化和民族都有這個情況 沒錯 而且所有文化基本上他們的神話都是亂倫的 但是現在這個決戰中文不講神話 那現在已經 因為李超人 為什麼 因為李超人 因為李超人是港女窩 不好意思 你貓是在打眼膠 真的在打眼膠 他說女窩補青天 補什麼呢 補了一個撕裂的地方 記者則一問 那是不是在說林鄭啊 是不是屬於她啊 問題是越講越糊塗嘛 原來是說女窩補青天的故事是什麼一回事呢 就是哪兩個在打架啊 哦 那是共公和竹蓉打架 哪條憤腸撞了一個白洲山啊 那就是共公 等一下 那個白洲山是哪個方面的話 東南西北 那個白洲山啊 那是不是有人說 就是有人乘機諷刺這個土共啊 啊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很嚴重啊 共公公公公 還要加個公 就是公代表公人階級的嘛 哎呀 好飽毒啊 我們的李超人 就是拿名的 但是這個賺這麼多錢 當然不是啦 現在的公就是工作小組的簡稱啊 我知道啦 港澳工作委員會都是公啊 就是共黨工作委員會 簡稱共公 現在搞得很嚴重啊 等等 你說許超人說打死都不像啊 給我讀幾個 讀少少東西給大家聽 女窩補青呢 在講共公事嘛 對嗎 共公事 共呢 就是共產黨的共 共呢 就是工人階級的共 事呢 就是市族的市 共公事 最棒的是什麼 大家不用理整個故事 到最後一句呢 就是 地平天成 萬民復生 窩士乃立 窩士乃立 浩躍 女王氏啊 其實是在講我應該參選特首 就是 女王貼中 是的 真的女王氏 你知道嗎 其實呢 李超人是繞一個圈 說我支持那個候選人是會當選 我發夢的 大家聽到 其實呢 他裡面是說什麼呢 就說呢 這個共公事呢 就頭葬西方世界 這個呢 就 白州山之後呢 就 倒檔了 誰倒檔呢 天下倒檔了 死人倒樓了 真的 天下倒樓了 是 是不是 有紅水 又火粥 又死人倒樓了 天穿了 然後周圍有紅水 最後女窩呢 就斬了大龜的四隻腳 頂著 又塞著天 OK 這隻龜真是慘 誰可以是今時今日那隻龜 又不知道 我們找四個局長出來頂 四個局長出來製 其實不是可以補回蒼天 起碼要斬一隻 起碼要斬一個局長 五局長 五局長 做教育那個 他像龜嗎 那他經常是龜叔 經常是龜叔 講到龜叔 不只他一個 陳茂科 可以嗎 不算 他比較龜公 不是龜叔 那他也是龜 其實多斬一隻腳 那兩個 起碼還差兩個 我們量度一量 因為現在有一部電影 是一個辦公室殺人事件 就是有一個群組的terrorist 他沒有說是甚麼人 你見不到他只聽聲音 很變態 就是他取消了一個建築圍 然後是大的 然後就說 現在你要殺你身邊三十個人 就可以救六十個人 甚麼人 對你的同事出來 你公司裏面 你最討厭那些 你對三十個人 就可以救六十個人 很快 超額完成 其實如果這件事發生在香港 很快超額完成 超額完成 很快 即時 就算你老闆不下這些命令 那些人都已經在辦公室 都已經在辦公室 所以 所以是不會發生在香港的 是 你不明白嗎 可以很肯定 互插完之後 最後那批都是被老闆倒閉 這件事是人類歷史上不斷發生的 最出名就是赤簡 那時候 不斷在香港 S21那類集中型那裡 不斷用酷型逼供 你不想受苦 你就多供一些人出來 獵巫也是 對 獵巫也是這樣 最後 供出來的那些 就一樣是玩完了 這些就是玩心理 人類的心理就是 為了自己多活一會 那些貓今天很興奮 不好意思 貓是貓貓的活躍 女窩是男還是女這個問題 你這樣問我 我怎麼回答你 一般認為是女的 他兩邊都是女士 他跟阿福熙成分 他老哥 他哥哥是兄妹成分 無論是古代以色列 埃及 即是中東一帶 兄妹通分都很平常 連日本神話都是兄妹通分 阿伯拉罕和他的 證實薩拉都是兄妹通分 雖然耶教那班人不說這件事 我跟他們提出過 結果被他們罵 是 什麼事啊 兩個女兒強姦老爸都是這樣 聖經故事裡面 算了 現在是決戰中環百如是 對不起 我們回來 女貓腳打眼膠 還有女窩 也跟希臘神話很相似 就是美道沙 人蛇身人頭 所以 東西方的一些神話 其實很多東西是有關聯的 例如大洪水 輕妹通分 女性有一個蛇身和人頭 世經故事裡面也有一條蛇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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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和蛇 很有關係 我未聽過有男人 對 未聽過有男人的傳說 男人是蛇身的 都是女人是蛇身的 男人有的 踩蛇和龜 北帝 袁武 袁武 那個象徵意 沒錯 想了一個 那你 誠哥 是不是意有所指 是不是意有所指 我就解錯了 他就是要撐我 撐你 撐女王 誠哥撐女王 擺明有女王是三個字 有機會說未來特首是蛇 會不會 其實不如去什麼 去車公廟走一轉 我覺得車公廟 很關心香港政治 其實 是不是 你想想幾年前 葬飛 麒麟 麒麟 對 接著這支籤出名 玩踢爆 對 人鬼不分 人鬼如何兩不分 沒錯 我覺得不論黃大仙也好 天后也好 今年支籤是大吉 都沒有那麼關心 我上網搜索一支籤 今年支籤就是大吉 要請發叔出來 發叔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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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又要說一件事 我又要說一件事 你以為那個吉 未必是吉 為甚麼呢 譬如有時候 你去求開刀好不好 這樣 要看簽文 對 你開刀好不好 接著他出大吉 可以是解釋不用開刀 因為你的病本身會好 所以你不需要捱這一刀 這樣 但如果不懂解釋 就這樣見到大吉 如果不懂解釋 就不知發生甚麼事 好 那不同的 香港人喜歡即食 你跟他說經濟 他說 那即是買了哪隻股票 會升還是跌 就是這樣 你求著簽 是上簽、中簽、下簽 就是這樣 加上簽 那就OK 就說知道你簽文甚麼 跟那些人省錢 譬如擇日子 他就見到那天寫著疑甚麼甚麼 疑嫁取疑性那些 或者疑生仔 即是沒有疑生仔 總之吉日 不充他 有些會看多一點 就不充他 但其實裡面多文章到瘋 年月日時 他八個字裡面 要跟你自己的八個字 夾過無充任何的刑黑 其實是很煩的 所以那些人為了省錢 就是 那酒樓 益了酒樓 或者是酒店 因為他只要拿著份人 我看了 61號簽 上簽 66個師兄 61號 61 劉業強 是他 61和66 因為一個就是 另一個就是沙田鄉市委員會 李志祺 都是求到上簽 上簽 他是為沙田求 他是為沙田求 他為沙田而已 因為他是為那個區 因為車公是那個區 法叔為公子就是為香港求 就是扮妙祝公 上簽來的 傳來信息果無差 好害怕 鑽運時來自興家 督致雲情衰老 因為智雲已經出生天 督致雲情衰虛著力 何天今日賜榮華 我似乎他是說 智雲大師脫身 是啊 暗示 應該是說智雲大師的上簽 嗯 的確是他出來沒有事 是啊 難怪那晚 特首選舉 竟然是下面有一個人 問問胡官 陳智雲打得官司都可以做特首 那些簽似乎是說智雲大師的 他似乎最消化的 不像得手是 很消化的這些簽 即是今年最大的上簽的大吉 就是關智雲大師脫身 他這裡有說 第一句是值得斟酌的 他說傳來信息果無差 有什麼信息是傳來的呢各位 很多消息都會傳 例如 就算當選也不委任 這是一個信息 還有另一個信息就是 請你們支持我 攬過那個 習大大自己親口說 他沒有編號 叫香港自己搞定 是 他說的 但是他有編號 你也不會知道 他講過 他講過 轉運時來自興家 有個興節 好啊 好啊 我擺明 那這位胡椒粉 就是興盒盒 立刻是吧 有一個鑽 還有一個興 立刻濕散眼腔 有一個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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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運 轉運時來是好東西 自興家 有一個興 有一個興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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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智雲 督智雲情衰 智雲那句已經中了 是 OK 是 何須今天刺榮華 咦 就是說其實榮華 是不需要刺給香港人的 不用刺的 香港人是可以自己做到的 是不是 還是說某位特首候選人 其實不需要他刺的 是 靠自己 靠你自己 就是最終不用陰點 會不會呢 所以最直接說習大大自己說的 他不陰點的 他說的 他沒有表態 是自己選的 不要冤枉他 他想要四個條件 四個條件 有人中不完 我碰完孔明顯 是不是 誰還想 接港人接受 我都不想爆 是 OK 雖然大家知道我沒有傾向 不好意思 但是輿論這些事情 經過這次 我才發覺 其實 信者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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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就要看習大大上電話 其實我都說 星期六晚一個電話 不是星期六晚 現在已經撞車 已經是星期三了 大佬 你不知上一次 你起碼會被48小時通知 上次是一個星期 上次是一個星期 這次是怎樣 這次真的沒有了 這次真的沒有通知 我不是說會不會是星期六晚 才撥過你 六晚會不會遲些 第二次投票 第二次投票 對 確確一定會通過 現在很明顯不太遲 其實我最廢解的是 為什麼泛民325票 民主300加 為什麼民主300加 all in 就等於會贏 我到現在都想不到 不會的 撥冷水 怎麼算都算不到 300是沒有用的 你還要多300票 而且葉劉 1194減300 是不是有排 我就是不明白 所以 am I missing something am I missing something 其實是最後唐營的280票 會去哪裡 哦 只是唐營嗎 商界最決關鍵 就是280票而已 就算所謂all in 你數一194減300才算 800多 800多裡面 上次提名林鄭的580 5709 580 580 不夠600 那缺了200多去哪裡 就是那裡 那你可以說 因為工聯會 又沒有發聲 又沒有提名 其他所有不滿意勞工福利 都沒有提名 問題是到時候會賣位 可能會報分數 文建聯表態 文建聯一早就表態 工聯會不怕他不賣位 工聯會不會不賣位 不怕他不賣位 最討論 永遠跟得這麼貼 一定會賣位 不過 玩政治當然是 政治利益要拿盡少許 你有求於我的時候 我這麼早就養過牌給你說 我撐硬你 我就是不明白 我就是不明白 為什麼民主三百家 三月頭 就已經出聲了 而且我覺得很難聽 很難看 就是說 他的作用已經用完了 完成任務 其實當日民主派講得很明 胡官的確是一個有被利用的嫌疑 當時胡官那張牌 是逼胡蘇給了一些好處 是討價還價 的確是上次的電視辯論 你見到胡蘇出了兩張牌 是叫做多了東西給民主派 第一樣 他們講得很明 是港台要搞BBC 講得很明 大家不用擔心 所以到時會不會追他交支票 或者支票要兌現 不要彈票 那港台變成BBC 肯定有人會追 但也會抽象的 港變成BBC 他講 你說CCTV變成央視都可以 是不是 我早就對了 我有幻覺 我想起 你一個說話 把亞視變成CNN 亞視變成CNN 是的 老闆初入主亞視的時候 會將他變成CNN 結果把亞視BBQ 所以這句話 想將港台變成什麼BBC 不要說這麼多 他起碼答應了 所以當時利用胡官來逼胡蘇仔 這招是有效的 看到 外於選票壓力 除了貓之外 女王都會發難 我是貓科女動物 對不起 這是貓王 這是貓王 而你的貓在下面繼續玩 你不如全部給他玩 不要 你不如全部給他玩 不要緊 他們以為媽媽遇事玩具 現在在下面 知道嗎 玩得很開心 你叫貓王 我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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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OK 好 我們今天特首選戰 今天是最後一集 就是在選戰前 起碼投票前還有一集 所以為何說悶 都要說完他 當然不能說 那兩位怎麼看 我就表態了 那你們兩個到底是怎樣 商界的策略 以我所知就是希望林鄭是低票當選 我很老實說這句 是 原因就是他們希望有一個容易駕馭的特首 怎麼這麼強勢 她不是容易駕馭吧 林鄭不容易駕馭 相對 所以如果你的票再低於689的話 那變了你作為一個弱勢特首 你更加不會這麼說是大作為的 既然沒有大作為的話 商家就更加高興 你動不了我嘛 動不了他嘛 不過這樣 那如果我不說結果 是不是已經set定了 似乎他大小都定了 但是我自己個人觀感 我是傾向胡官的 不是純粹因為對胡官的那個人 對他有好感的問題 而我 應該說不是因為我們訪問過他 不是這個問題 純粹是你自己看一下 這兩個人做了這麼多年高官 過去這麼多年香港的各種施政室 他們兩個哪一個會沒有份 胡官實了 是啊 這個就算胡官講我們 同常識都知道 是不是 還有公務員 其實鏡頭如果現在計劃到貓貓那裏 肯定會爆燈 他兩個在扭打中 還有我們AO出生的公務員 我們大家 他們做事的方式 是吧 總之呢 就是在一個設定好制度下執行 是吧 公務員治港是不是 香港試過呢 曾蔭權過七年 結果出現什麼情況呢 商人治港試過 公務員治港試過 公務員治港試過 這個共產黨治港試過 公務員治港有七年時間 不短 結果怎樣呢 結果醫療又塌陷 房屋就飆升 然後教育等等 整個基本民生一塌糊塗 是吧 所以呢 我不是說只是針對這兩個前高官 誰做特首的問題 而是我對香港的公務員 是不是可以有能力駕馭到 這個香港最高的政治位置 不行的 我沒有信心 一早已經講了公務員治港是不可行的 英國人一早都知道 他訓練公務員就是不可行的 共產黨第一天都說了 大家真的不要忘記 就是當年這個中英談判的時候 就是中方代表一早已經講了 香港沒有政治人才 當公務員是沒有到的 他們的觀察是沒有錯的 另外你自己看看 他們長於執行不善決策 所以就看到了 所以他拆到這世大龍的 他那個文官制度 如果考過的人 大家都會反映到 你真真正正很有主見 很有政治智慧 他英國人是會篩走這些人 他只要找一些沒有個人特別的主見 但是有能力執行他指令的人 他只是電腦裡面按 command 給 command 那個人不是他們 永遠是電腦那個鍵盤接受 command 的那一班 就算不要覺得那麼複雜才算 中國自古以來其實都是這樣的 就是你那個願官到那個願的時候 其實你都會外派下去的 你管那個願的時候 有三條人一定要在這 就是你那個師爺 你管錢那個人跟那個暴頭 那三個是地區的 那就是他那些AO 他也執行的 他最熟地方的東西 問題就是那個願官 永遠不是你自己的 其實中國自古以來都明白這回事 玩政治也要避免地方坐大 所以願官或地方官的力量 在中國傳統中央集權的體制下也不會過大 所以英國的藝術的殖民地的管治文化 藝術的殖民地都是學這類的 它是因應當地的文化來得恩勢利道 它會就當地的文化、文情來玩 但是做決策的那些傢伙永遠都是倫敦空降下來的 不簡單了 就算不要看現在那兩個正在選特首的前高官 我們看回九七之後 有一堆致命搞改革的前高官 好像搞教育的那個羅范 好東西來的 是吧 他們會覺得自己呢 好棒 好厲害 好打得 又好打得 什麼都懂 實質上呢 他們不知道英國那種玩法 就是你如果真是這麼懂 我怎麼會找你來 因為你們根本只是社會上的二流人才 是執行上面 叫做可以做到 都未必是最一流的那一群 最一流的那一群是在商界那一群 唉 但他們會自以為是 我呢 今天呢 就不敢在節目上講這個特首選戰的 為什麼 因為呢 我已經講過太多次了 還有呢 我自己 我如是我聞 我又講 這個過分一點 對 這個過分一點 我不斷地講 還有我今天出了個帖子在forum 個人風格節目 就被人刺到 不過呢 我對那句不要緊要 因為為什麼呢 為什麼很簡單 第一 就是女街坊我知道 但是呢 forum是沒有金主的 forum呢 如果有金主呢 就是在座我們幾個而已 我們自己去support 我們自己的台 所以我們沒有這個壓力 金主 金主這裏 出地方是我 然後出貓 你抗議貓有份 是的 我們的蕭公子 然後出我們的勞動力 所有的主持人 所以我們沒有這個壓力 就是說我們要 就著背後金主他的利益立場 要去講說話 第一 我知道就著貓 第二就是 我真的不是靠這件事賺錢 就是你說這個時事評論不合格 那就不合格了 我不知道 我代表我自己而已 那第三件事就是 我現在可以選擇 我去歐洲哪個國家住好呢 在英國住歐之前 去英國住 他選擇多於林鄭 我就不用學法文 或意大利文 但是呢 其實我意大利開餐廳 就方便一點 不過要學意大利文 北歐好的 對 大落資數高 我前女友在意大利 但是隨便 你到處就女友了 接著呢 國國有 國有 國有 孩子十九區 神經病 是世界各地 歐盟二十多國都有 沒有沒有沒有 北約那些 我拿著 我拿著護照 我去到 說真的 如果我想住巴黎 都可以的 有朋友在那裡 有朋友在那裡 找一份工作就可以了 不用 不用 你想想 你會說廣東話 英文 國語 我不是普通話 一定找到工作 我就立即申請一下我的貓 丟下就可以了 又或者 我搬去台灣也可以 因為我媽媽是台灣人 我拿回戶籍就可以了 日本也不錯 我其實想去日本 很舒服的 但日本要學日文 很難 很辛苦 所以就是 如是理由呢 我就一直都很大膽地說 我是支持誰 我也都說明我為什麼支持 說完我們的陰謀論 就是以我們這個台 你有沒有發現 全世界已經可以直播了 次官可以在加拿大直直播 女王可以在日本直播 基本上我們就算去到火星 都可以直播 嘻嘻嘻嘻嘻嘻嘻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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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還有一篇文章 就是 就是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 如果大家要走那個路線 覺得什麼人什麼是鬼的話 譬如我是這個 老女人共和國 就是老共的奸細 有誰是鬼的話 那你 might as well 就覺得 其實三個候選人 都是大陸的人 有人是這樣說的 長毛起碼是這樣說的 你覺得三個 其實三個都是中國政府 建制 起碼說 共產黨的人 你這樣想是更貼切的 為什麼呢 就是 他一定是滴水不漏的 他對於一個選舉 他不會容許他有任何的 不可操縱性 就是uncredicability 零風險 對 他要零風險 所以你直接可以這樣想 就是三個都是 但是呢 有兩個版本的 就是我簡單說 很快地說 一個版本就是說 其實三個都是 只不過是角色扮演 林鄭就是西環 江派的人 延續六八九的管治 六八九對於西環江派的 利益管道 但是其中兩位男士是怎樣呢 其實兩位男士 都是中藥的人 至少可以先接受 但是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兩個代表兩個不同的方法 一個代表建制 一個代表泛民 所以你說 啊 薯片一定拿到建制票的 那他會代表到商家的 你可以這樣說 因為本身 這個遊戲設定就是這樣玩的 因為他做了三十年官 這樣 所以就拿建制票 對 沒錯 而且他會拿到商家的票 那如果 為什麼他的政綱會寫得這麼貼 泛民呢 如果你是根據這個邏輯 就是因為他要拿泛民票 所以你三個都是中央 不是中央 就是共產黨的人 只不過兩個是中央 一個是西環的人 那如果說真的 林鄭為什麼會是問水 因為如果六八九是可以的 她就不用下了 就不用找一個replacement 上次都說過這個理論 你沒理由找一個replacement 一模一樣的 除了男與女的分別之外 所以你不用太擔心 如果你用這個logic的話 其餘那兩個 就是大家想不到 就會有諸一般的隊友 你打算一個是統戰 建制加商界 另一個就是統戰泛民 但居然 大哥 你不如泛民跳出槍頭 事先張揚 說你去投誠 去選擇對交 就是一個擺明 阿祥姆已經說了是投誠 不可以 你八三一又不理會 沒錯 你二十三條又不理會 他跟八三一框架 是啊 他立二十三條 他沒有全民退保 是啊 他沒有這個 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糟了 我忘記了 所以最重要的是泛民的說法 取態有很多問題 就是跟呂王的分析是一樣的 他都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的 他只不過叫做Lesser Evil 或者他覺得既然是共產黨 他沒有說過不Evil 共產黨選擇呂窩 那我就選胡蘇 就是很簡單的一個議員分 這個議員對立我覺得是很大的問題 三張牌都是同一張牌 對 如果你用這個邏輯去想 就是三張牌 其實都是同一張牌 都是他派給你的 都是他派給你的 而第二件事就是 但是你任何一個人勝出的話 其實背後他都有他的莊家操盤 是嗎 而只不過是派別的不同 但是其實你香港人到最後 就是你這個劍基 就是說我認為議員對立 我認為由於我不要西環治港 所以我就選另一個人 我All-in另一個人 問題是你不夠票的嘛 在最後 你All-in到最後 也不是真的一個game changer 而你All-in了之後 你的底派揭穿了 你還有什麼渣渣呢 陳文 你逼不到更多的好處出現的時候 那為什麼長毛的分析就是 這次如果真的胡蘇仔 跑出來的話 你以為好可死開心 其實是泛民沒路 就是泛民已經被統戰 都說你23條又不介意 所以就很簡單 什麼第二句 沒有東西要反對 那時候看到長毛出 那些人也不會想長毛 不理長毛背後說什麼 罵了才說你駕入胡蘇的票 你就益了共產 幾個scenario 好像雷王說 End-up都可能是習近平贏的嘛 那你贏什麼 那為什麼呢 如果你說林鄭會贏的 即是2.0屆就照去 OK fine 那問題就是如果你說 ABC的 連Carry都不要的 但是你All-in 是胡蘇仔 即是薯片的 End-up就是你做反對派的 舉手投降 那為什麼呢 沒有反對派 可能贏得更多的東西 即是直接把整個反對派收編 收編 收編了反對派 喊得餓 反正 Taytay生日 回鄉政也還給你了 還想怎樣 所以這些事基本上已經鬆了張 那第三個可能性就是 唯一最意外的 居然會轉態 阿兜這個 即是姓胡的 是 是 還有我講 是傾家 傾家 如果這樣說 如果胡官真的大爆冷 爆大冷 他勝出的話 其實是代表一件事 代表其實一方面 很大機會 他真的 習近平是黑馬 我一直都說這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他的政綱其實是pre-approved 有一件是pre-approved的 我留在現在才說 不好意思 阿飛揚留一手 你仔 老實說 站在習近平的習慣 如果他忽然轉態去撐胡官 他的訊號是非常過癮 在於一點 那晚看一個辯論 你會看到 跟呂王的分析一樣 只有一個人會清算AO 就是胡官 也就是說 如果好像胡蘇仔的說法 即習難反 要重手去改變 誰會最重手 和完全沒有利益衝突的 只有一個人 他叫胡官 這個不奇怪 也就是說 他清算你那些官 他肯定不會用官來清算官 他會用法官來清算官 所以法官治港 最大的功用就是這件事 清算AO 因為共產黨 其實我自己聽到 他們那邊的人 有時私底下說 貓中的樣子多些 man少少 他們就覺得 插醋 爭重 他們叫回歸 為什麼回歸這麼久 人心都沒有回歸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公務員的系統打不進 港英餘業留下的這個制度 令到他們愛國 我講的力量打不進 所以剛剛蕭公說 如果你說 要找個完全沒有利益關係的人 其實清算這個系統 清算舊部 不是個別的人 整個系統的話 真是胡官是最適合的 而這套邏輯思維 是共產黨經常用的 真的 他要清算你 不是一個人的問題 是一個系統的問題 所以今次我認為 肯定是用系統外的人 來清算你的 這次難得 蕭公子認為我心水清 而我也認為我自己心水清 但是反而被人狂嘲笑 因為我明白這件事很冷門 很 unlikely 但我經常都覺得 你要從當權者的角度去想 是 誰先拿裝的 是 拿裝的想要什麼 各位其實是沒有分動房的 你是太監來的 OK 你沒有分投票的 你怎麼騙都沒有用的 是 你怎麼打飛機 別人不會戴套的 OK 所以其實這件事 大家怎麼爆也一回事 最終是冷靜少要分析 因為人家有咪咪 所以今天輪到最後一次 我也說完這件事 爆大欄 你爆啦 就是說 女王的說法是沒錯的 你反過來 你要有票的人 去拿裝的 誰叫有票 最大的那張票 最大的那張票 他吹雞是有票的 他決定怎麼吹雞的 所以就是說 你真的試過雙人治港 你P了K 你試過公務員試過 P了K 然後這個土共治港 更PK的時候 於是你回到一個很大的 question mark 就是day one 回到那個 到底香港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認爲了深層次矛盾 到底深層次矛盾 心在哪裏 如果倒轉窗盾 指著說 就是你AO的系統有問題的話 這樣會發生什麼事 他會派一個什麼人來治港 就是治理的人來治港 明白嗎 而當晚那個辯論 很明顯看得出 一早就把兩個人推到長角 到底那件事 你誰有份負責 他會派一個橫州 兩個人啞了 閃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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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 就是矛盾 看到了 所以變成胡官的說法 有些事真的沒錯 如果你真的要為香港做事的話 就不是為他個人做事 你哪個治港那個人 叫人的人才會來的 是為香港的 站在阿爺的立場是很適合的 我不是說泛民 站在阿爺的立場是很適合的 還有大家看回他們那一晚 一提到橫州 這兩位前高官 臉都閃 臉都閃 口都閃 你是很明顯看得到 這件事刺中他們的死 就是他們不能夠不說謊 不能夠不當眾 例如689對著唐英年 你騙人 我沒有 大家都知道 最終有沒有說謊 是 這些現場直播 不能事先重播 最要命的那一刺動你 兩個都 全燒 我都說 你在當權者的角度想 其實胡官那個政綱 我明白 對很多人來說 是too good to be true 但如我所說 如果他會選到 只是代表一件事 就是pre-approved 即是這個 其實上頭看了 下頭給他去選 另外一個telltell sign 我覺得就是你看曾鈺成 有誰是根證描洪得過曾鈺成呢 但連曾鈺成他想選 他都被學停 他自己說被學停 他自己說 那你想想 現在那三個人出來選 會不會是真的 你明白嗎 草戒一命 完全是一個普通人 一定是得到背後 某種勢力的加持 才能出來選 而你的政綱有沒有可能 就是你自己天馬虹虹 亂想呢 我之前自己說的一條片 就是說 這個裏面的政綱 譬如說立22條 你可能覺得 有什麼可能啊 絕對可能的 因為根本就是限制西環 阻大 不讓地方勢力阻大 譬如成立黨案法 黨案法你說 大佬那些官不是全部 AO的官全部害怕 因為做了什麼壞事 全部養出來 都養出來 都是dirty laundry 被人抓住 在橫州這單就是 你想想這件事 正正就是符合 中央要對香港 更加大力的鉗制 更加有把炮 和有渣男 在香港的官手上 大家千萬不要一雙情願 看熱鬧 以為自己有份投票 到了最後 其實三個候選人 要交心 交給哪一個呢 是最後拿票那個嘛 最大的那張票那個 不是那一千一百九十四 是那一票的嘛 最大的那張票 才是最大的 其實只有一張票 不是數量 一人一票 所以各位以為 那些對泛民 是好聽的說話 就是反過來 你試試坐在習近平 把椅子上去再聽一次 你的感覺是什麼家科 所以這些事情 其實有很多時候 就是 不要說陰謀論也好 怎樣也好 我們主要是客觀冷靜 來分析一下 但是當然我們三個 不是先知 就是我們不可能 好像 我們不會假裝先知 我們 絕對不做燈神 我們不會假裝先知 就算做了也是很不小心 但是我們不會假裝先知 我們不會知道實際上 我們的鐘可以較快幾天的 我們現在已經見到 3月26號出來的結果 沒有可能的 只不過我們 站在當權者的角度去看 正如打工仔想事 和老闆想事 是不同的 就是我聽過一個例子 我很快就這樣說 就是有一個男子 我朋友 他是做待會員的 第一個上班 最後下班做得很好 他跟另外一個人 就有機會升 就是要升其中一個 他就打算自己一定可以 誰不知 升了對家 他就走進去拍桌 對著老闆 他說為什麼你不升我 然後老闆就說 為什麼要升你呢 你覺得 就是問回他 他就說我這麼勤力 我做得這麼好 怎樣也怎樣 他說是 你做待會員做得好 你就繼續做待會員 因為你沒有展示到 你有船長的能力 所以就說 他那一刻才仿然大悟 原來你除了做好你自己的位置 以外 你是要顯示到 你能夠做這個位置以外的事情 就是你的視野 是比你自己 現在這個層次更高 所以就說 現在我們見到 那兩個官員 講的人 都是對香港人講的 對著那群選委講的話 去討好這群人 包括傳媒 包括背後的利益集團地產商 但是有沒有一個人 你見到他說的話 是不理會這群人 他怎麼可以不理會這群人呢 背後是不是其實 他已經有某一種的 你明白嗎 就是 加持或者每一種的契約 已經達成了 我不知道 我也是推的 OK 可能3月26號 我整天的眼睛 我自己躲在房裡哭 不出奇 我不想 因為如果真的這樣 我就走的了 我移民的了 剛剛你講到討好商家等等 我想起這位女窩娘娘 是 她說自己 不是 自己的桌子有很多文件 很多 整個柏林圍唱的歌 是 是 人家那張桌子沒有 是 我好勤奮 日做夜做 即是抱她那個老董 都朝七晚十一 他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時 這些真是很討好 但七十年大家都領教過 這些就是討好商家 討好那些奴隸主的奴隸心態 我夠勤奮 領教過 七十年都試過 我自己都領教過 好久以前打工的時候 已經有個同事走來警告 我們這張桌子沒有東西 老闆不喜歡的 我說 然後老闆真的故意走進來 很關心我 你這張桌子這麼乾淨 我說是呀 不乾淨怎麼做事 就這樣 有聽眾問了 我們就問了問另一個人 又跟女窩娘娘有關的 就是三位怎樣看廉記查嚴信旗 會不會早了說 立了案 立了案還是會立案 好像說立了案 還有現在有人 入司法覆核林鄭的資格 司法覆核是正常的 要立案 會不會容易些 好像說立了 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當然 因為我看到的字眼 就是將會 有可能立案 真的立了案 不可以這樣說 如果聽眾收到最新的消息 我要分開說幾個字 就更新我們 到底是否真的已經立了案 還是會立案 所以就 但你覺得有沒有機會 又這樣問 現在主持的是誰立案 你說獨立 有兩個很關鍵人物 第一個是朱朱姐 打了關 是 立不立案 第二 還有就是 腦簾的腦頂 現在還沒換人 都是我們 想清楚 想清楚 OK 所以會不會這個時候立案 的話 唯一一個可能性 如果這樣也會立案 那就兩個不妥了 1.0、2.0不妥了 會不會先 這麼快 如果真的這樣立案 的時候 以後找人 跟政府合作某些工程的時候 都要先立案 沒事 王衛基第一個仆直 最早是誰鼓勵他 整個電視台 結果呢 血本無歸 不要緊 現在賣東西了 變成淘寶 如果 這位 嚴順奇 是不是 按政府的意思 幫國家 做一件大事 文化工程的時候 都這樣 什麼時候 是不是 誰夠膽再來 跟你 玩這些 什麼 給個天 我膽也不敢做 最多賺少些錢 阿毛議員爆響口 Jimmy Wong說 已經是腦簾開了 file OK 嗯 會不會在背後的惡勢力 開始 開始 運行 密切留意 密切留意 但是 我們收到 我們今天除了這個話題 大家都 雖然很關心 但是 還是那句 有QQ嗎 對不對 我們講到爛了 我們的看法都講了 那我們現在轉個話題好不好 寶貓 就是 美女與野獸同志爭議 咦 野獸 怎樣啊 什麼事啊 前晚我看了美女與野獸 就不是因為有同志爭議 我才去看 而是我之前已經想去看 不過就一直等到前晚我才有時間 看完之後 我也特別留意是不是有這個情節 看完之後 我跟明光石的總幹事 蔡志森的看法都類似 就他在上個禮 蔡志森對美女與野獸的看法都類似 是 他上個禮拜五 接受商台的直播節目訪問的時候 他說他看了美女與野獸 不覺得有問題 家長都歡迎 似乎過敏 可以帶小孩子去看 這樣講 我看完之後 我都感覺不到有任何情節是 宣言同性戀訊息 他的看法 我們不是因人廢言 而是他看不到 我也都看不到 就是這個意思 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會這麼多耶教徒 在網上不斷起哄 我不明白 他們看了沒有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看過 但是我知道有些野教徒 在收到這麼多訊息 WhatsApp也好 Facebook也好 他說我想看 他想看 但是他好像有點內疚 人生虎短 自行判斷都不行 我想這樣 你們不如去包場野教 包場去看 有人爆響 這下會不會是宣傳手段 我懷疑是一個導演 是小鬼嗎 我又覺得是 這麼大話題 很棒 好像有開話很棒 跳舞 爆到七彩 七彩是七彩 但有幾個國家說 抵制不讓他入口 馬來西亞 香港鄰近 最近 他們看了沒有 我不知道 馬來西亞好像要刪斷某些 但導演 電影公司堅決不做 最多就是不想拍 有骨氣 當然是 有什麼理由 你馬來西亞 要影響我們 荷里活的創作自由 是嗎 你說開電影 我突然差了一句 就是 我去看那個 剛剛那一套 糟了 我想說的 很好看 很好看 等一下 我突然說不出戲名 救命啊 雖然一開話 就看到騰訊娛樂 然後已經是 這樣 然後再來 看到裡面 有一條女兒 又是那些 一句句子 英文句子 一句 說不到超過十個字 但又不知道 為何要放她 然後她又不是 冰冰 密冰冰那些 沒有人認識她 至少我不認識她 What the fuck Man seriously 金剛啊 金剛 是金剛 是好看的 整部電影 好看 我也有看 那關女兒什麼事 她裡面打鬥 裡面的怪獸 很大隻 很突然害怕 拍得很好 而且裡面的飛機 那個降落 不是降落 Helicopter 叫做 直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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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妹仔 不是 其實不是 只是腦袋不到 那個直升機 被Kong 這樣的時候 他很喜歡 貓貓 貓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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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然後鏡頭在裡面拍 在外面拍 然後看到一路旋轉 鏡頭拍得很好 為什麼春又要擺一個 完全沒有作用 完全沒有作用 沒有作用 她甚至是花瓶 你花瓶也給肉看 說句比較壞 低俗 這種身形很漂亮 譬如 Transformer裡面 Megan Fox那些 就叫花瓶 建索 那些 她又沒有東西看 然後 一句話又說不到 超過十個字 已經是最長的了 可能是兩個字 Yes OK 你放在那裡做什麼 那不要緊 騰訊娛樂 現在套套戲也是這樣 套套戲也不知為什麼 要突然間有放一個空氣大佬 可能是她想拿中國大陸的身材 有人認識嗎 這女兒的親吻聲 我老實實 我不知道 算了 只要她不影響那套戲 騰訊那個新女兒 那個老闆的新女兒 Middle State 英國仔 英國仔 對不起 說回美女與野獸 對不起 其實 與不同性戀 我覺得都不是什麼爭議 如果你純粹看 舊約聖經學 新約聖經學 真是很反藍童 是 不同 基督教的信徒 或者教會去爭論這件事 問題是 如果真的這麼關心下一代 我們的青少年兒童 那樣 搞好教育 教育 除了教育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事情 你是不是真的覺得 反同就等於可以維護到 這一班下一代的利益呢 還有下一代的福祉呢 你是不是想講東華三院那件事 是很愣的 是不是 你東華三院 還慘過搞機 哎呀 簡直是嚴重的人格侮辱 那件事 你東華三院07 不是東華三院 對不起 寶良局 不好意思 寶良局不是東華三院 寶良 是07年的時候 寶良局做了一個 叫做領袖訓練 就是西貢的北潭沖道 寶良局北潭沖道界 居然是小學生的訓練 小學中學都有 據報導寶良局 要求他旗下的所有學校都要參加 已經十年了 最近十年了 2007年到現在 就是有個中學生 中四學生 就爆了出來 就說他在裏面的經歷 見聞 因為他被毆打 虐待 虐待 剃頭 一爆出來之後 哇 很多受害人 就好像骨骸一樣 躺出來 累積了十年 這件事 十年了 陰公 還有一個 寶赤安良 寶赤安良 這個是軒尼斯 推動成立寶良局 那時候 緯都推動的 寶赤安良 就是想寶赤安良 結果現在變成了一個利益集團 還拿一些小孩來租資 還爆到說其中一個導師 涉嫌非禮一個十一歲的女學生 小學 警察已經調查這件事 那些證人就出來舉手了 而且那個是 他告訴了給社工之後 社工覺得情況嚴重 必須要報警 那我想問一下 這麼多年 十年來 寶良局學校的老師 你們知道 你們不可能不知道這些事 為什麼你們是完全 這麼多的學生 這麼多年受害 你們完全沒有人向你們反映 那你們那些教師 你們那些校長 是否為了自己那個飯會 不敢得罪保良局的高層 所以就一來當算 得過且過年年都送學生 去受侮辱 一大論 立了案沒有 立了案沒有 此其一 第二 那些見而勇為的議員 有人出了聲沒有 關心若細社會 那些應該要出聲 另外關心 關心那些小孩 會不會搞機的 那些教會呢 會不會出聲 講起小孩子 即是教會 關心下一代 我想起 如果小孩子 真的在學校出事 死鬼買 他們都會完全 不出聲 我沒有冤枉你們的 2013年 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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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珍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 基珍小學 基珍堂 核下基珍小學 離奇墮樓 是吧 到了15年審的時候 學校那時候 怕勾線 什麼什麼 接著說不敢報警叫白車 叫了聖月翰救傷隊 叫白車救死 然後15年審的時候 所有校長 和相關的教師 就在法庭上面 說謊 被法官怒斥 一派胡言 也有教師爆料 他們說謊 校長要求 和不斷開會 和他們隔口供 我想問一下 有哪一間 中華基督教會 或者他是基珍堂 有沒有為這件事 問責過 沒有 你自己想回那間學校看 校長 教師 學校長 被法官罵的那班 繼續老神在在 教育著你們的子女 那間學校的教長 聽著 是吧 那間教會 有沒有就這件事出來發表 任何聲明或者回應 沒有 沉默 一直到現在 等這件事過了就算 好 其他教會 經常都替天行道 是吧 耶穌前耶穌後 道德前道德後 有沒有一間教會 為這件事表達過關心 沒有 有的麻煩你告訴我 是吧 我會多謝你 我也會慶幸香港還有 竟然還有那麽有良心的教會 是吧 這些是更加需要我們去關心 還有 已經過去這一年幾兩年 跳樓死了幾十個學生 他們說會祈禱 有代討 也聽到 為香港官員代討等等 這件事 做到什麽呢 你不是要代討 即是我就算老老實實 就算沒有發生這些事 你都可以代他祈禱 是吧 是呀 即是你現在支持林鄭 你代林鄭祈禱 你支持薯片代薯片祈禱 我不是每天幫我護官祈禱 是一樣就可以的 但現在 分兩頭就是 不好意思 就是為何要繞個圈 你要搞那個系統 就是你居 說出來 其實來來去去 經常說什麽深層次矛盾 就是這個事情 你那個即非成事 閉上眼睛不理 這些又是怎麽來的呢 你說得出學校的責任 那教育署呢 沒有指引的 沒有投訴 社會福利署呢 社工沒有投訴 那你保護兒童 是誰要出手的話 是吧 你終於是說 因為你有一個殭屍制度 可以重用 包庇一些既得利益者 明白了嘛 所以就是那句 回到最後 如果大家夾粉講口供 即是夾口供說謊的 檔案呢 學校要用檔案的 明白了嗎 所以很簡單一件事 檔案法 經常說什麽是深層次矛盾 如果補樑這件事 已經是十年的職縣 那你不要怪 現在的小孩長大了 會想移民 小孩長大了 他想兩個選擇 一他跳樓死 二他就移民 你說想人移民 沒意思的 好像呂王所說 制度是這樣的 好像盧信所說 寫著兩個字在中間 叫做吃人的 還是小朋友最好吃 肉夠亂嘛 狂人日記都寫出來 根本是吃人制度 所以為什麽會搞到 導師涉嫌非禮十一歲的女學員呢 蕭公以前說過 是因為他們不斷受中用 因為他可以嘛 因為他們可以 從來都是這樣 對 他們不會受到任何制裁 以前會不會有其他人受害了 而不敢出聲 所以令到他越來越大膽呢 有很大的機會 我現在又幫我支持的人 候選 我支持的候選人 拉票 就是張超雄 梁耀忠 我也不想看 邀請出席 這個兒童請願活動 胡官就承諾了 就說他會增設一個兒童事務專員 就和教育有關 但是又不直接的 是兒童事務專員 去制定相關和兒童有關的政制 政策和法律的 所以我不是因為我覺得 他是一個很甜蜜的老人家 或者因為我認識他 或者什麽原因 他是法律專家 因為有原因 他是法律專家 因為這些原因 還有你知道公務員 你看一下 現在不是只有一兩個教育機構出問題 這個整個公務員系統 在內的教育環節 每一個環節都出大問題 他不是 除了系統有問題 過時沒有改革之外 他已經被很多利益集團把持了 包括你那些大型的教育團體 教育辦學團體 教育局完全好像沒有管不到他 他可以對學生為所欲為 每一間學校裏面的校長 還有那個校長陰典出來的那些馬仔 是嗎 一樣是可以不斷地 組織一些有良心的教師 一些比較純樸不敢反抗的學生 這些在學校也見到很多很多 還有你比較他們三個 又回頭說 比較他們三個對於教育的取態 老實說 講得最含糊的反而是薯片 他沒有說實際數字是怎樣 會擺多少錢 怎樣撥款 他沒有說這件事 有 你告訴我 因為我聽就沒有 我看也沒有 林鄭就有說 每年增加50億的常用開支 撥款 每年常用50億 不是一次過 因為以前 你知道 寫福那一節是一次過的 以後就變成一次撥款 那我就說是常設的每年 另外 胡國興 他就說他將GDP 由於我們香港 比起其他先進的國家和地區 我們現在是佔3.3 他就說要增設到4.5 至少 對 那個百分點 那就是增加二百多億 還是三百多億 即是按比例增 按比例的 只剩一不過五十億 按比例的 是的 這樣就會變成 同一個世界各地的先進地方 是看齊的 那我覺得 我要聽的是數字 我要聽一些實質的措施 所以大家都是 這幾天還有時間 雖然你們沒有得投票 我也沒有得投票 但是 都了解多一點點 即是不要只是憑感覺 因為憑感覺是糟糕的 憑感覺呢 我們五年前就選了梁振英 他是54.7%的民調支持他 是的 是很高的 大家要記住 然後再之前曾蔭權是七成半 兩個後來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是否滿意他們的表現 並不是 所以大家研究多一點 有一點點不同的看法 因為梁振英當時的民望這麼高 很大程度不是因為他民望太高 而是因為他隔壁那個移世組太差 其實同樣道理 這次也是因為他是Lesser Evil 對比起上來人不喜歡他 不簡單 他說一隻狼一隻豬 我覺得他連一隻豬都不如 他是沒有志氣 不是說蠢 蠢人可以有志氣 你說完全被人這樣搞完之後 算了我回家喝紅酒 做回富家公子 這些人只是一個覺得 我已經夠有錢什麼都玩 不如拿個特首位來玩 是一種玩玩玩的心態 讓他做著一樣是大領落 這個 那個時候 他有個 六百九身邊 有個助理 都是私底下說的 其實贏是因為 這個二世組贏 為什麼 他飛機大炮 彈黑什麼都出來 結果彈都出來 全部自己爆炸 那就是說 六百九響都贏 民望有什麼理由不高 是因為對方太入 這次也是 就像蕭公子所說 這次因為大家不想要 那個ultimate evil 所以 不想異點名 不叫做lesser evil 其實是不是真的lesser 我覺得你又要想一下 好了 接著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英國特法 剛剛發生 剛剛發生 國會大樓 國會大樓 就有個襲擊 就證實了有個女士死亡 現在英國當局 就把它視為一個恐襲 他沒有定調 但他說是跟恐襲有關 相當恐怖 就在國會大樓外 剛剛發生的 嗯 歐洲一路一路一路都是多時之秋 早前法國 都受到很大的恐襲 現在到英國 然後脫歐又會怎樣呢 另外德國 德國法國未來 就是今年之內 都會有一個大選 那這個 荷蘭剛剛大選完了 是的 右翼聲勢都很大 不過最後都不能夠整個右翼回歸 下差就很大了 左翼又贏了 但問題是 德國法國才重要 這是歐洲大陸最大的兩個國家 如果它是右翼得勢的話 整個歐洲真是冥天 法國就差不多肯定了 因為上一次的大選 結果是marginal的 是兩個左翼政黨發言之間 就是摒氣前嫌亂手 就壓低了右翼政黨 否則的話 法國早幾年已經變了 因為法國都飽受這個恐襲得很禁 一早已經是 最禁就是法國 而且法國之前 因為它北非 那些穆斯林移民也非常之多 那時候是爆發一個整個巴黎大暴動 主要都是這班北非的穆斯林移民 因為他們融入不了法國社會 但是呢 人是越來越多 而且人口越來越年輕 到了某一個臨界點的時候就爆出來 這裏有一點要說清楚 不好意思 不是說我幫誰的問題 我自己發覺 我七年級已經自己知道 我認識的那些穆斯林不是這樣死樣的 最麻煩的是什麼家科呢 是融合政策出了問題 左膠呢 有一件事 就是 那些穆斯林是不得了的 他們有時候 全則大過天 他們那個所謂的融合概念 和我們一般人 所謂的融合概念 不一定是同一件事 明白嗎 所以其實呢 法國的所謂融合概念 其實是大法國文化為主的 你是要接納法國文化才能融合到 不像某些其他文化的融合方式 是容許各自精彩留養不同的 你可以說它對就可以 你可以說它不對就可以 但是它們的融化原則是如何呢 就是例如說 所謂世俗化的東西 就為之融合 那所有宗教 尤其是他們自己的耶教也好 基督教、天主教也好 都不能夠 例如在學校裏面有佩飾 諸如此類 顯示、執出你的宗教信仰 那穆斯林不是這樣的嘛 明白嗎 那你中國人的東西 是不是也沒有宗教 無所謂的 從來不說一回事 那問題就是 你不同文化裡面 你的敏感度就不同了 所以法國那個文化融合政策 它們自己都已經有人批評 說不行 原因就是它根本不會尊重 你那個文化的差異性 它是必須要是大法國文化為主 你不說法文 就當你是生翻 你不討論 真的嗎 他真的不討論你 英文也會討論你 我還說其他語言 所以說他精英那些傢伙 是很國際化的 什麼語言都懂的 問題是他普遍來計 就是跟他左翼的理論 的世俗化 和同化的話 他要先大法國文化 那是合理的 本土 你本土嘛 我不能說你不合理 問題就是每個文化 本身是國有特色的 香港都從來不會強迫 那是差 不戴頭巾 英國有一個好意思 是聰明的 例如說英國人 香港也好 你戴頭巾駕駛 是豁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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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以為那個逼 你一定要戴頭盔駕駛駛 你如果是石刻教的 你駕駛著頭駛駛駛 的話 因為宗教理由 它是豁免你的 英國人的殖民管治 那時候聰明很多 法國也不是學這套 我不是法國一定適合 我自己的法國讀書 有者知道什麼事 問題就是 是對的 本土嘛 本土得來 本土的定義是什麼加貨 大法國文化的本土 和我們本土的 是有點不同的 明白嗎 你不說法文 只是表裏 那分別 你要接納他的文化 你說英文沒有人歧視你 你想清楚 你說日文、韓文、英文 沒有人歧視你 反而是普通話人歧視你 這是兩回事 我覺得不是歧視 而是你真的嚴重破壞了香港的德友 這個又過癮了 就是因為你留意一下 說日文、法文、英文、德文 那些人 他不會要求你變成他 搞清楚英男生 所以阿仰的觀察是沒有錯的 因為你是干預本土文化的問題 明白嗎 還有最嚴重的是 你的人數實在過多 一年多少人次 你日本來香港多少 你北方來香港有多少 是不是 還有你衝擊你帶來的文化 它不是高層次的那種文化 這個是大問題 這個才是嚴重的 你是用一個低檔次的文化 去取代高檔次的文化 如果你每個人都在錢木某中三 你便來吧 你便來多幾個 那那些人 對不起 現在真的不是那一回事 你就算你窮的來 就搶福利 搶學位等等 你有錢的那些人來 就搶樓搶地 結果呢 是上下夾擊 那怎樣 一般香港人的生活 是迫到你不可以不去犯 這個才拿命 剛才有人在11點新聞 還沒聽到 正常的 你聽到香港新聞 對不起 你轉轉台 你不要看香港新聞 你看BBC 倫敦 倫敦 有人說有兩個死了 還有多人受傷 有槍擊的 應該是 不慘 未來 估計都可能 越來越多 剛剛說完法國 也都說了 這個德國 德國也是 德國呢 本來就沒有那麼大事 就是默克爾 或者有人譯到默克萊夫人 一時大發慈悲之下 就帶頭 以歐洲最大國家 歐盟最大國家 來帶頭 大量接收中東難民 結果整個歐洲 就亂了大龍 亂了大龍 那很大機會 這一樣 反過來就刺激了德國的右翼抬頭 是啊 絕對直接 很直接 不只是德國右翼 全歐洲右翼都因為這件事抬頭 意大利也是一樣的 不要小看 我太正常擰了右邊 波蘭和匈牙利 直接有暴力排外事件 他相對來說 已經受衝擊比較少 因為匈牙利和波蘭都屬於東歐 但是最大分別就是他們是死硬派天主教 他是基於他的文化問題 還有不要忘記歷史原因 很多人都忘記了這件事 當五百年前 歐洲受最大的穆斯林威脅就是東歐 他們真的被鄂圖曼帝國打的 他最前線 全都很勇武 看到穆斯林就打的文化 是不這樣的 另外西歐我們看到天主教的力量 剛剛蕭公說天主教 天主教或者基督教 他教會的力量的威信是下降的 但是波蘭為何教會的效率這麼大呢 因為波蘭曾經出過一個約翁寶禄二世 九成多的波蘭人都是天主教徒 而約翁寶禄二世在波蘭人 在蘇聯和共產黨的壓制下 他是帶頭去解放整個波蘭 所謂天主教的波蘭 到現在的道德力量是很強的 不止只是波蘭整個東歐都是尤其是天主教為主的地區 因為亞洋的分析是沒錯的 當年鐵幕的時候 共產黨似乎什麼都管得了 威得了的時候 有一件事是搞不定的 就是宗教 宗教搞不定 尤其是當時很多教士 是挺身而出 拿一條命出來為民請命的 波蘭有神父是直接被秘密警察殺死 然後尋屍何底的 所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那邊的教會的影響力會這麼大 很多人忽略了這件事 經常留意那個所謂右翼的動向 就只看著西歐那邊 其實東歐已經不用跟你說了 他不用跟你說 他全部都是偏右的了 所以大家又是忽略了這件事 歐洲的動態 很煩 有聽眾怎麼唱呢 就… 怎麼唱?怎麼唱什麼? 怎麼唱… 我們沒有過歌 怎麼唱… 有詢問、有查詢 有貓貓人在那裡造反 在咬咪 這裡是他地頭嘛 在咬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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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大 我的小孩真是 是有票啊 我沒有票 就說想請蕭公子 現在德國的情況和文章 是否正確呢 十年加租八成 柏林的土地問題 是啊 是這樣的問題 是 是不是全部加租加得這麼厲害 這麼說 是最近出現這個情況的 而最近出現這個情況 嚴重呢 很老實說 其實原本不關樓市事的 同樣道理都是熱錢問題 你說德國 德國 熱錢問題是甚麼加科 整個歐盟地區 唯獨是他一國獨大歐 經濟上 所以其實你看看 差不多就是這個事件 十年前 你說2007年的時候 這個歐洲第一次所謂歐元爆煲 希臘危機那一下 就是這一下 整個歐洲忽然之間 對歐元的信心大跌 因為希臘、意大利 歐豬四國 PIGG PIG PIG 歐豬四國 所以大家覺得歐元很危險 但只有一個地方的歐元沒有危險 就是德國 所以很古怪的情況 所有經濟學家都拘捕了 就是到底歐元是強還是弱 看你哪有水 很拿命 就是說 德國又用歐元 意大利用歐元 如果歐元是同一樣東西來的 那你怕意大利的東西歐元 德國你也會走 又不是啊 德國經濟很好 於是發出一個很過癮的現象 全世界所有跟歐元有關的東西 都湧過了德國 避險 所以德國政府出的歐元 很過癮的一個很詭異的現象 德國政府出的歐元債券 是負利率的 就是說 票面一百 你是比較百多以上 才買到一張 才買到德國政府出的歐元債券 同樣的歐元債券 意大利出的話 插水也沒人要的 你都是歐元來的 發脫了你 於是你看到一個很過癮的暗湧 完全違反所有經濟政律 全歐洲這些錢 都湧到德國 因為他還可以用歐元 你還可以用歐元 買到德國的資產 即全大陸的熱錢都離開香港 全世界 即是說 你會有很古怪的現象 同樣貨幣 同樣貨幣 但是不同國家 你用歐元 如果你是意大利人 就拿著歐元 你不想撲街的話 你就賣了意大利的樓 去德國賣樓 跟香港一模一樣 所以香港的貨幣會升 租會升正常 全中國的錢都用在香港 所以你看看歐洲的情況 德國很難避免租會升 但是德國沒那麼傻 第一 炒樓沒炒得那麼瘋 他的稅是不方便你炒樓的 第一 你增值稅 第二 有土地限制稅 你第三樣最絕的是物業稅 我支持的候選人 我支持的候選人都有提到物業限制稅 所以你要自以錢 德國的稅制是最適合的 他唯一移不到你就是 自由市場的租金 現在要移動你 是絕對合邏輯 德國怎樣炒也好 那些人 德國人其實是不喜歡買樓的 他們喜歡租的 所以德國的置業比例 是46% 他們不是以有樓為榮的 他們覺得有需要 就買也沒有需要 就租 一定有樓住的 因為這個最重要的是住 他們的概念是住 不是投資 就不是投資 香港是傻的 但是有人因為歐元那個古怪的情況 是去了德國買德國物業來保值 跟德國政府出的負利債券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租金收益低 他都不介意 因為你是德國的物業 到了最後 如果是歐元解體的話 大家用各國貨幣 起碼拿著德國馬克的話 就什麼事都沒有 但是如果你用歐元 轉回意大利利拉來 就扑架了 明白嗎 所以為什麼這一下子 資產電腦鋪 會發生這件事 德國肯定都會稍後出手 說了 你升得那麼厲害 就動你 第一 你不是不夠地方住的 大哥 只不過你用負利率的情況下 買了德國的資產 你想補本就加租 明白嗎 但是他有權不讓你加 因為德國可以控制這件事 他有限額的 10% 是的 租務管制 胡官也有說 是 租務管制 當然英國人是有的 物業限制稅 對 但是英國人沒有那麼密切限制稅 不出物業稅 諸如此類 因為英國人也鼓勵你買房子 買地 因為他是間接稅 他低稅率 但是高地價 還要維持他的公共開支 害死人 但是 起碼有一件事 他不會害死人 他保住你的命 不會死得那麼快 他的租務管制 令到你加租速度會減慢 沒有了 我剛剛寫了文章 就是老董搞出來 因為任何讀經濟學的人都明白 所謂通脹 所謂money supply 如果你說熱錢的問題的話 是兩個系數造成 不僅是印多少錢的問題 印多少錢之外 還有另一件事 叫做速度 就是說你的錢轉得越快的話 你的通脹會很厲害 同樣道理 我給你一層樓 你可以加租 你減慢加租速度 就已經解決了一半的問題 明白嗎 香港的業主坐在裡有病 不是 香港的業主坐在裡有病 英國人就不讓你加租這麼快 你起碼不能加一個850 我們多謝老董 多謝老董 所以英國人當年的設計 是很符合經濟邏輯的 它不只是管理你那個樓宇的供應 它是管理你樓宇加租的速度 租務管制不是說你不准加 它不是說你不准加得那麼高那麼快 你已經解決了一半的問題 就是你樓宇的租值不會一聲飆升 明白嗎 所以說原名英國人那些東西 起碼看最基本的econ 什麼叫做速度 就影響多大 明白什麼事 速度 他們叫做速度 所以這個我上次寫的文章 大家已經看了 德國人第一件事 他本身已經不需要限制租金速度 因為他已經有物業限制稅 他已經有物業增值稅 還有他是有這個空置物業稅 你的物業本身每年都要交物業稅 就是說你遲有物業都已經要交稅 所以他們不會覺得買樓這麼好玩 香港就麻煩了 他鼓勵你買樓 空置是不需要交稅的 但是你知是什麼時候需要交物業稅 你出了租 租出去才按你的租金收入 拿回樓稅 這件事完全 結果很多有錢的那些 就拿了很多個單位 他丟空在那裡 只是等升值 拿了管理費 扣除差響等等 他還是賺過盆滿撥滿 團職居期 我包圖 養條數是一樣的 香港沒有樓宇短缺的 你說樓宇應該叫你死 你數回數據 永遠多了20萬個單位 永遠多這件事 只不過是多在哪裏呢 多在天璽 九龍站上面那些 平均持有物業的1.74 差不多一人有兩層樓 有物業的人幾乎是不只一層樓 有物業都不只一層樓 統計上 我做兩份工作 我有一份工作 幫人看風水 所以我很清楚 我有些客人 多樓多度 自己養一間裝修公司 因為這間房子又爆屎 那間房子又不知要弄得出 然後他與其次次叫人 頭都行賣 次次要報價 他直接就買起一間裝修公司 你自負盈虧 總之我叫你就去開工 我想問一問那些 說供求供求的那班人 到底一個人要住多少層樓才夠 你晚上睡覺要睡多少張床 多少間房才夠呢 香港的樓哪裏會說不夠 不夠的原因 是因為那個資本氾濫 和人心的貪得無厭 德國的那個理念 那個concentration如何呢 最新的那個樓盤 一手樓出來的話 又有人轉發去公司 看到的了 就是說你首次置業 你省了印花稅的嘛 省了百年十五個 很棒的 一張有很多個單位 一個人可以賣幾個單位 一張合約簽幾個單位 一個合約簽幾個單位 全部免了你那個 首次那個印花稅 什麼意思呢 就是人頭 有本事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個都這麼有錢 初出茅廬 第一次下海 可以立幾層樓的 就是有錢成這樣 很肯有錢 第二個可能性 跟兔丁一樣的嘛 這個處女未下海的 就破它啦 那就簡單的嘛 所以這些不是只有兔丁一樣的嘛 香港什麼時候會缺樓 什麼時候會缺地 什麼找地起樓 愚蠢 只要你限制人家炒樓 不准人家團職居旗 真的 所以為什麼養上市 就是踢爆03年的時候 插水的樓 那些供求有什麼問題 你外面增加供應 不需要一個個有樓住的 為什麼這麼古怪的 地小人都說 香港不見了七成人口 香港突然多了七成土地 03年真的沙士死了幾百萬人 沒有嘛 死了299嘛 當時只有一個因素 令到你供求發言之間平衡的 經濟因素 就是沒有了七成的資本 就不能抄 為什麼會剩下三成 那三成是實際居住需要的資本 就撐住樓市 撐住那三成 另外七成沒有了 就沒有了七成 就是這個意思嘛 跟著馬上就供求平衡 供過於求 你老美 就是有沒有讀過經濟的 就是啦 不用讀經濟 這個是常識 傻的都不明白 03年有沒有人不要扭住 就想清楚 人口仍然是這麼多 土地仍然是這麼多 是不是 所以要解決這個樓價過高的問題 什麼雙辣椒呢 就吃得糟了 所以燕仔河走出來說得很清楚 沒有官槍勾結 不過我的朋友說 這幾年在樓市裡賺了很多錢 不過沒有官槍勾結 不用勾結 直接是送的嘛 就是啦 勾什麼都要勾 所以兩個策略呢 又是這個時候 這個宣傳廣告的時候 就是 一 就是如果香港人 你是多買一層樓 沒有 然後放在這裡 雕吉的話 雕空了 等租的話 就是物業限制稅 另外就是 拿了香港那接近一千二百公頃的土地 四分之一 就已經可以 蓋上了現在所有人後公屋的人士 所以當你沒有 那大多人在等公屋 然後你要炒那群有錢的人 針對私樓 他又有物業限制稅的時候 他不會浪高價錢才租出去 而真的需要住屋 而他不能夠負責私樓的人 亦都可以有屋住 而你說蓋樓需要時間 不要緊 會有些臨時房屋 去解決這一群人的需要 就是這樣 還有一條數 再簡單一點 香港有百分之四十是郊野公園 百分之二十四 是屬於 用來蓋樓的 是一個住宅流域的土地 你經常說土地不夠好 扣了這百分之四十和那百分之二十四 是吧 剩下來 那百分之三十六 土地去了哪裏 抓住了 就是不要經常說要填海 一早計算了 四大家族手頭上的土地 儲備多於香港政府 此期一 第二 還有 你非法佔用政府土地那群人士 那些棕地怎麼計 你想想那條數 胡官有計 一計出來 解決了 即使你退一萬步 說供應問題 你說不夠麵粉 你看看這條數 麻煩 所以基本上 一字那麼淺 第一是炒出來的 我真的講過這條數 你是打擊炒樓的話 就已經解決問題 我真的講過這條數的 大家講過了 有數的 人家說我偏激 有什麼偏激的數 怎麼偏激的數 是數假的 總之他說你不認同傳統那個 供求問題 拿多些地 拿郊野公園填多些海 你不認同這一點 他說你偏激 拖他出去我幫你打他 我稍微有讀過書 幫你打他 懂計算 我們說回 謊話是怕計算的 很簡單的 你拿這些東西出來一對 就知道有什麼事 剛剛講開德國 為什麼德國對土地的炒賣限制管理 管理 因為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要考慮的 就是居住是人權 這麼簡單 這個不是妨不妨交這麼簡單 居住是人權 居住是人權 始古以來大家都知道 還有一樣 他見過太多棺材 流過太多眼淚 一二次大戰 他知道那個左右的那個夾擊 是令到整個國家粉碎 出現一個大的災難 所以他戰後 一定是不可以將一些必須的資源 特別是土地是受到壟斷的 有些東西不是屬於商業行為的 香港是未見棺材不流眼淚 是 我會想 見了棺材 見一次都不會流眼淚 以香港人對土地的那種中間 不是 以香港人那種迷思 那種拜神 那種迷信 即使你見過一次的曾蔭權 這個土地如何在他期間飆升 不起一樣不起那樣之後 現在香港土地問題 為什麼排隊排這麼久 梁振英當然有問題 你曾蔭權沒有份嗎 你又覺得 是公務員來的 是啊 公務員自說 現在又想選誰呢 民望最高又是誰呢 所以如果香港最大的深層次矛盾 故之前的小朋友最可憐 但是香港最基本的深層次矛盾 如果是土地問題的話 土地問題是如何發生的呢 不是不夠地啊大哥 如果你說不是不夠地 不關客觀經濟因素的話 肯定就是關於管這個社會事務的人的事 絕對 誰在管 對 誰有份管 對 卓女王說 系統還是什麼系統啊 胡官一句 對橫州那件事就PK兩個人 你想一下 摸底摸底摸摸一下 是萬四間屋 萬四間屋 說的是多少人住 你一戶當三個 你說的是可能五萬人 救你多一次佔領的了 其實你明白嗎 你這麼多人的福祉 我用一句 我上次都很得罪說一句 如果你旁邊的 你自己的家人 是被人堆壞了的 謀殺他殺的 你可不可以接受 突然之間 警察走去查案 摸底摸底摸完之後 摸了一件事 不過你也要知道 不行的 大哥 你要get to the bottom of it 你要有個答案出來 但是真的 你可以摸走萬四個單位 不如好過打劫銀行 是啊 人家單位好過做賊 你要不要做賊 匯豐走一轉 你不需要做賊 不用做賊的 不用做賊的 現在那些壟斷土地資源的那些 根本就和做賊沒有分別 不過他們是合法地去搶掠 而且搶得更厲害 是啊 比你炸槍搶掠 那些更要壞 那他們要做賊 是嗎 Jason Wong說 是老董廷八萬五 不是貪爭 那貪爭做了些什麼呢 居屋呢 是不是 公屋呢 孫八招是誰的 什麼 孫八招是誰的 孫九招 孫明陽 那時候還是老董時代 老董之後 是老董的時候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經濟顧問 向當時的老董政府 金融風暴呢 07之後呢 金融風暴期間 已經向政府停賣地 停居屋等等 然後就停了 然後曾蔭權 立起來還覺得正 繼續堅持不去 而那幫經濟顧問呢 很多人就趁低吸納入了很多貨 炒樓盤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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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在說話 麻煩 我講了很多次 那些人又說是有編劑 又不合聽 有什麼 我講了很多次 即是我不開名 免得又說我編劑 但是現在所有的傳媒 網媒 為什麼會統一 都支持同一個人呢 即是 我都說你幾可視 我這麼聯繫 如果你之後 畫鬼腳出來 哪一個傳媒 背後是什麼老闆 你就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舉例 某個數目字的網台 後面就是理事父子 另外又有一個 又是數目字的網媒 他背後就是這個 數目字的網台 他背後又是理事父子 接著有一個兩個字的網媒 他背後是三個字的 新鴻基 即是 你們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所以我就說 其實真的不是Lesser Evil 你明白嗎 所以我們很多次 用不同的角度 說過給大家聽 但是 都是那句 大家沒有票頭 唉你這麼賞心 那又怎麼辦 是不是 到最後 我們是 真是 背後飛的角度 是啊 我們不是首益的角度 但是冷血到冰點那一隻 我又踢爆了 我是商界的 是 所以我沒有移民的衝動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你一定有好處 我一定有好處 對不對 我是紅色肥貓 你地炒到發癲上天又如何 你又有好處 當然啊 你知不知道現在 單是我自己租的那一棟 就是那一棟 由六十元到九十元 在中環那裡 上一次轉手 李先生轉手出來的時候 是一百七十億 剛剛最近中資差不多成家 我都是三百五十億 前後三年而已 站在我的立場 我水像船高 沒什麼所謂 我沒有感覺 所以現在就是 難怪每個人都 所以說清楚一件事 為什麼我會客觀呢 客觀的原因就是 我不像是女王 有一個受害者的身份出聲 是 我是用一個受益者的身份 告訴你們 你們這些傢伙 吃屎啊 即是說 你們再不相信數據的話 你再不相信數據 而相信那些受薪的經濟學家 所說的話 又或者受薪的網媒所說的話 或者受薪的傳媒所說的話 你行不行了 沒所謂的 你的身價都在我那裡 我不反對 幣公司的股票 三元升到十七元 你喜歡可以跟著買 誰幫你看風水的話 女王幫我看風水 OK 我現在明白 你明白嗎 為什麼這麼多女孩 喜歡嫁金銀財進 現在明白 明白了 知道燒公就明白了 傻了 因為他是抗市的 抗市第一 所以就是 第一件事 因為我們有個人的所謂利益得失問題 說這些東西給你聽 真的不是的 女王 即是站在你們的立場 古道熱場 幫你們說好說話 我是一隻紅色的中資肥貓金融老闆 我就一定賺的了 歡迎你送錢給我用 OK 現在變成這件事 大家麻煩冷靜一點 看數字做人 不要再相信假的東西 阿養的數字沒有騙你的 你回去看清楚 OK 03也好 07也好 你什麼時候見到真的有人沒有樓住 只有一個因素 忽然之間 大家會變成功過於求 就是你不能炒樓 你炒樓賺不到錢 大家逼著便宜 逼著便宜 便宜 你試一下如果業主拿著很多層樓 例如我看風水的那些客人 直接會買一間裝修公司回來 幫他修復他那些單位 你試一下到時候物業限制稅 你看看他還會不會那麼浪 是成本來的 大家很喜歡去日本旅遊 日本去到的時候感到舒服 日本經濟說沉了那麼多年 但是他的社會還是很穩定 整個質素都還很好 為什麼 他的樓和租金 是否起不回 日本現在新一代 你養生存空間 日本新一代寧願租樓 因為便宜過公樓 便宜過買樓 便宜過自由很多 所以他根本沒有一個很嚴重的居住問題 在那裡 當然他也說有年輕人就業等等情況 但未至於像香港那麼水深火業 香港只是住的問題都拿命人 其實是 有位聽眾不好意思 說有很多人不敢動大地產商 是死症 以為我會動大地產商 不好意思 我是地產界的部分 所以 金融和地產 是跑不掉的 所以我們經常聽不同的媒體 現在很同質化 我覺得是很大的問題 包括我們幾個拍檔 X拍檔 不知道是不是還是拍檔的拍檔 總之有人有一支咪 我們是不介意的 即是探長說他禁止網台的原因 是因為太過統質化 你看到現在所有媒體和網媒 共同鼓吹 推一個人出來 如我所說 如果你看到這樣的情況 你應該要害怕 為何會這樣 一定有原因 而在最後一天 是埋單的 是我們 而為何我們的節目 包括我們的台 講來講去 一人一支咪 當然就是大家很包容 大家不同意見都無所謂 各自各支持不同的人 但在同時 我覺得決戰 中環黑洲的時候 就有了 就是為何 還是有人聽 即使我這麼瘋狂 這麼偏激也好 就是因為你要聽到不同的角度 例如我是用受害者的角度 我是以 我開過餐廳 我沒有了餐廳 因為政府 允許我的仆街業主 貪得無厭 因為他見到我做得好 他見到我多客 他就可以雙倍租金 三年一夠 他就無限加 加很多 加到一個雙倍 那我血本無歸 我將我一輩子儲來的錢 不多 可能一百多萬 就這樣沒有了 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因為他可以 等於強姦人 那些強姦犯 他可以 為什麼他可以 因為政府 讓他 制度 制度只是保障業主 正是 正是 所以為什麼你沒有屋 你要問一下為什麼 一個制度 現在有人走出來 說要更改一個制度 OK 那你應該要支持 是的 還有你既然當日 如果你有份參與 預算運動 你是覺得真普選是重要的 你覺得霸心的框架 你不喜歡 你覺得要有全民退保 你不應該支持一個 不應該支持一個 不是支持這件事的人 嘩 剛剛有個觀眾又想找死 真的 他叫我 他叫我什麼家科 他叫我物業閒置稅 雪而行難 點定而閒置 你知不知道德國是怎麼做的 是請說 任何推入閒置稅的地方 反過來 你證明給我看 你不是閒置的 你老闆 所以就是 什麼叫不是閒置呢 第一 你是不是住在那裡 就是水電煤 諸如此 要做齊了 你是不是在交租 如果不交租 更過癮 就是說你是不是業主 你夠了 一個人幾個物業 物業限制稅 不是單獨推行的 物業限制稅 是跟物業稅同步推行的 如果你一個人 很多間屋 很多人派了住 可以 你加物業稅 你這麼有錢 18% 麻煩 重價的 就是說你提供100萬 麻煩你加18% 100萬 每年的稅 是 所以你不要以為 我不閒置 我住粉滿了 可以不可以 沒問題 你好東西 就這樣交稅 資產加 我自己認為 因為你是佔用社會資源 而且是最重要的資源 我覺得 只是物業限制稅 都不夠 以香港這種 以樓價貴為宗教的東西 就是一個怪物 要做多一塊東西 所以記住 蘇花說這件事 最合理的是胡官 他說幾件事 是互相關聯的 是參考了外國的稅制的 還有 Kent Leung 你問這個問題 你看回我們訪問胡官那一集 你自己PM我 發給你也可以 什麼都好 或者你最好 所有在聽聽的聽眾 上個youtube subscribe forum subscribe subscribe 如果你喜歡聽 講俗一點 不怕 你喜歡聽人集體 打飛機 打到一地都是 那你就會聽別的台 我們不是的 因為從一個金融肥貓的角度 是不是 你升又好跌又好 他都會賺 我就是從 唉 像你說的 古道而長 怕你們有死 你們有死 說真的 佔領運動 我又要說 我煮了這麼久的飯 我又沒有代過什麼 我沒有什麼好處 我沒有拿東西 換了我自己的政治籌碼 出來參選 沒有 It does say something about how I am as a person 繼續有人找市 是嗎 繼續說 業主蝕本不行 這個市場經濟就是這樣 第一件事已經說了 但凡你認定居住權 是基本人權的話 這件事就不叫自由經濟 take out the picture 還有 香港的業主 是什麼業主受到保障 是大業主 那些新政得一個單位自住的小業主 是受剝削的 知不知道 只是一個為標 都可以把你全副身家的家庭積蓄 一下子清袋 記住一件事 怕業主會蝕 睡街一扮大家 所以當你的制度 將這個居住權商品化 變成投資的一個重點的時候 然後就全民炒樓 全民的意思是有錢就是炒樓 所以沒有錢就是睡街了 所以香港應該加多一件稅 不是稅 叫做日利歸功 你賣了一層樓 那叫增值稅 不是增值稅 是你賣了那層樓 而多了出來的錢要充公 基本上跟增值稅概念差不多 中國已經開始有了 中國的增值稅 那個叫做物業增值稅 是你那個毛利的百分之三十起標 不是紙 那最高去到百分之六十 太少了 香港要百分之一百 即是你 你假設買 那個概念一樣 你買了三百萬的樓 你買五百萬買出去 那二百萬歸功 即是充公 即是說你的增值稅是一百百分之一 概念是一樣的 我不是說充公了 我只不過有些國家充公了百分之三十 有些國家可能會好像這樣 充公了百分之一百分之一 香港是泰國過分的 但基本上中委數是百分之三十三 德國起碼都是這樣的 所以就是說 其實它要制止你 將這一樣生存的必需品 變成商品的時候 它是用一個稅制來壓止你的 它不是說不給 你有錢你隨便 你買個城堡 養個公主 送十卡鑽石 天天送 你的事不要緊 你買個城堡 那隻貓在裡面讓牠住都可以 都可以的 呂皇會很高興 不過如果你那個死人城堡 佔據了城鎮裡面的居民住的空間 的話呢 它就吊賊你的了 即是說 第一樣事情 確保人是有地方住 租也好 賣也好 借也好 無所謂 很過癮的個案 其實加拿大也試過類似這種情況 都是收你空置稅 結果業主確確的物業不會空置 是怎樣做呢 其實都是有益社會的 它真的免費請你的人去住 明白嗎 那你不要買樓 那你起碼就是 有些人想住 沒得住 有人會請你去住 什麼意思 就是空置稅 那你不要買這麼多樓 就不用請人來住 你不要買樓 不住 你只是住自己一層樓 夠住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還要多一招 要將那些炒樓的混蛋 刑事發拉去坐牢 還有罰到他們破產 我們這個光譜很闊 不如這樣 極右極左也有 香港是一個超級變態的 一個炒樓宗教的社會 你要抑壓這件事就要這樣做 過了這個星期日 如果有奇蹟發生 如果胡官真是當選 立即見他立即跟他說好不好 好 他很聽人說的 想他立法 將炒樓他扑家拉去坐牢 好 這個極右極左也有 我只不過從一個魔鬼的角度 告訴你的魔鬼是怎麼操作的 你送錢有錢我不介意 問我那些技術問題你還沒死過 Kat你最好想挑一下蕭公子機 老老實說 隨便 有你很快 我們給你機會 任何聽眾都是 你想挑機就儘管挑 你有理有志 我們一定會應 但沒死過我自己去回覆你 加油 你快點留啊Kat 等你 說到物業的技術問題 你會比我清楚 所以你說我不是很生氣 怎麼香港人會投機 這麼蠢也有 是這麼蠢 不是說香港 希望香港樓價下跌 受高樓價影響 最慘的那些 有一樣東西 冷靜地說 興奮還興奮 我站在魔鬼的立場 為什麼我覺得這麼古怪 不出聲 世界上沒有一個社會 像香港那樣 是自相殘殺到這個地步 你炒樓的那些人 是在殺你那些沒有樓的人 叫你躺在街上去跳樓 你能讓你去死 最重要是你能讓你去死 而做父母那些 是由你能讓你小孩去死的 有沒有留意 吃人那些自陷 對付小朋友 很奇怪 你說他死 我就剛剛想說 我跟那些受害僅 受高樓價影響的中產 說我希望樓價跌大高 樓價跌很多人會死的 他說樓價跌很多人會死 但現在樓價升 你能死的 你整個社會都會死的 所以不是說 2003又不見你死 2007又不見你死 基本上就是 那個供求 諸如此類 唯一有幾次 大家不互相殘殺 就是大家害怕死的時候 就同舟共濟了 是不是真的要上帝 天火焚城 扔個隕石下來香港人 才停止自相殘殺 上帝只有一次 天火焚城就在死海那一次 是因為那些男人攪機才這樣 是啊 就不是因為那些人炒樓 然後就變成兩個女兒強姦老爸 接著這個故事 所以夜教那些 你說夜娘有什麼都好 他叫我們不要攪機 都是為我們好 打了 一定是 多謝了 打了 OK 不懂回答你 但是說回這個美女與野手 我們給多一點機會 Kent來挑機 你不挑就算了 不敢啊 不敢挑 可能已經被你剷了 剷到死了 我看到別人的Facebook留言 我看完美女與野手 六個字而已 你老母奶有機 沒有啊 你老母奶有機 什麼時候 哪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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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但是真是值得看的 他的畫面很漂亮 也是宣揚善良信息等等 也是一個相當吸引的童話故事 所以大家值得入戲院看的 有人說關QE事 什麼QE 他說炒樓不是業主問題關QE事 你試試去美國炒樓啊 死蠢 誰發明QE的就是美國佬 美國佬會這樣炒 不會啊 現在為什麼 因為美國都會收你稅啊 買了東西一回事 當年他們搞得出炒樓 QE那些東西怎麼來的呢 QE有一個後果 原因就是美國炒到瘋了 當年有人發明了 物業證券方面的炒樓 於是你不需要收入 不需要資產 不需要信譽 什麼都沒有 就是Ninja no income no job 都可以買樓 原因就是美國佬的投資銀行 就是我的朋友 不好意思 就是魔鬼朋友 就把你那幫死蠢賣的樓 你供樓那個所謂應收帳 就打包成為債券 因為應收嘛 有收帳就做債券 就把那些債券 其實是垃圾來的 打包就賣出來 就變成房地產產品 那你的退休金呢 包括了你的死港豬的退休金啊 就是美國拼命買房地產的債券 包括AIA當然也很糟糕的 然後呢 就忽然之間金融爆破 大家發覺 咦 明明沒有錢供樓的 炒樓炒和金 發生什麼事啊 記住 那時候沒有QE的 沒有QE的那時候 炒樓炒到爆了煲了 忽然之間 美國人不想整個銀行制度 倒塌 如何 填個洞 你又沒有錢還 他們全部的資產 全部撇帳了 沒有錢出糧了 那怎麼辦呢 就發明QE這件事叫印銀子 先花未來錢 就先找到以前那條數 確保你的保險公司啊 退休金啊 教師協會的那些糧 諸如此類的可以出 然後呢 你就不死 就慢慢熬生 現在就回到正軌 樓價還沒回到高峰那時候 但QE已經走了十年了 那所以就是說 炒樓是與QE的事價 很愚蠢 好 簡單的說一句 美國現在的樓價 還沒回到2007年之前的那個水平 但已經QE了那麼多次了 為什麼呢 還有 為什麼你香港是會任由這些錢 湧入地產市場 那裏吃香港人的血肉呢 是誰在鼓勵這件事呢 誰是最大的得益者 我們呢 魔鬼就是這樣想的 反過來想你就明白了 政府嘛 政府的高地價政策 它的稅收就來自於房地產 來自於密 又來了 發言很有禮貌 不會說你死蠢 因為我是沒有禮貌 因為我知道嘛 我熟過你嘛 我覺得你蠢 繼續吧 OK 接著呢 有一套戲呢 建議 Till Gay Kent Leung看的 就叫做The Big Short OK 不是大袋那個short 不是SHOT 是短的 The Big Short 就是呢 這個又是謊話怕計數 一個最佳例子 Michael Burry 他是一個醫生來的 但是呢 他就做了金融 Don't ask me why I don't know you go ask him 那麼呢 他就發覺 那個計算也不對勁 那時候很頑端 可以做金融的 是啊 那個計算也不對勁 沒有理由 是找不到數的嘛 找不到數的 現在的樓這樣 是不是 這個Ninja的情況之下 No income no job 都可以這樣買樓市這麼熱 他整個覺得是很多abnormality 在裡面 就是很多不正常的因素 他算也不對勁 那條數對不到出來呢 他直接拿著投資者的錢 每天拿1 billion 不是每天 Anyway 多於1 billion 美金的話 去扔下去 跟他們鬥鬥 到最後真的爆 哇 八道呢 從此不用做事 一來啦 這是其他的故事啦 所以修養的問題 是啊 我沒有修養的 因為紅色肥貓 你給我賺光的嘛 所以基本上 我知道什麼事 所以你有沒有修養 就是說 有些港主你不學 他不會醒的 你很有禮貌 你跟他說 十萬八千七次 他不會相信你嘛 所以我就說 多謝你送錢給我洗 我不介意的 我沒有修養的 作為一個Nasty的紅色肥貓 我真的只收錢而已 所以我的經驗 告訴你 過了十幾二十年 其實有很多房地產項目 我也有參與 所以不單止是這樣 當年 大家所說的 美國那些把包債券 我都見過 什麼一回事 我也有分處理過 有賺過錢 所以我明白 這條數是怎麼計算的 所以呂王說的那部電影 就是big shot 就是dramatized這件事而已 其實事實上 不是那麼dramatized 事實上 這些人是死蠢的 所以就是說 其實 香港現在的新聞也是 香港現在也是的 所以問題就是 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大的事 不是別人有QE的問題 不是香港有沒有QE的問題 而香港的制度令你們這些人 任何情況都有借口炒樓 你97炒落金的 是不是這樣 你97後炒落金的 是不是這樣 QE什麼時候出來的 你想清楚 是07年之後 美國金融爆補才是QE這些東西出來的 那06年的房地產高峰是怎麼來的 關QE市 那你97前後的那個高樓價 又關美國QE什麼事 完全不關QE市 所以你不要只看著那個金融供應 就以為通脹一定會上 不是這個意思的 而是錯誤地將這個住屋 將它由一個必需品 變成商品 任你炒 還拿走英國人的安全板 叫做租務管制 我可以很鮮民地說話 不過這樣 我說的話都難聽過粗口 所以有很多人經常說 你的態度問題 收養問題 經常說長毛好不好收養 尤其是 問題是起碼我們會尊重長毛 是一個老實人 沒錯 他真的會說老實話 就不像有些人這樣 挑不到機器 又說我沒有禮貌 還有 又說回長毛 其實現在那些媒體 加上網媒 你發覺他們是錯股形勢的 他們從最初沒有當胡官 沒有把胡官放在眼裡 就脾氣地攻擊長毛 說他怎樣前言不對後語 當年攻擊別人 就說諸久不如 梁家傑出來選的時候 現在自己真的參選 大家群起二公司 包括和他是朋友的人 我看著去喪攻擊他 因為認為他經歷了這麼多屆的直選 他有選民的基礎 他就怕他真的會拿到公民提名 去選 後來真的被你打倒了長毛 長毛拿不夠公民提名 然後你又發覺 已經胡官開始聚集到人氣 當然可以拿到180張提名票 就開始害怕了 就開始用這個陰謀去謀殺人家 是很糟糕 很賤 你今天是共產黨的行為 如果你是要反滲透 你是要反共產黨的話 即是反赤化 你就不應該用他們的思維模式想事情 你不應該跟他同一鼻子出氣 做他做的事情 是不是 很簡單 如果你可以說 因為他請了一個政治助理 是做一個建制派議員的政治助理 或者他的兒子做一個政協 你就覺得他一定是共產黨員 我不是跟你說 很簡單 你簡直覺得整個選舉 三個角色都是共產黨派來就可以了 這樣才是最符合熱質 因為這樣才是真是 共產黨的黨性 就是做到滴水不漏 就算在這個前提之下 你也是選擇一個 最符合香港利益的人 另外還有一個人在挑機 很過癮 他說 每一隻狗都在這天 Mr.Seal,你會讓我生病 第一,他就寫錯名字 沒所謂 第二,什麼是每一隻狗都在這天 你一隻狗都在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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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 我會讓你生病 是好事 為什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 苦口涼藥 你不喜歡我給你 那劑藥你就可以不甩 還是你想說 因為我踢爆你 所以你get sick 還是我 賺到錢 你get sick 你送錢又用不關我事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 就是那句 我不會介意得罪老闆 因為他們一向都在說老實話 他們都不介意 make you get sick 你可以分界 you can get sick 沒什麼所謂 就是 為什麼 我跟他們那群人 是同一陣線 大家在賺錢 有錢齊齊找 我會說老實話 他們不會介意的 真的 他們真的不介意 真正的老闆 最重要是找到錢 他們不介意的 他們不會跟你假仁假義 可能極其量不出聲 起碼第一件事 他不會像我一樣 踢爆告訴你 你傻子 所以 if you get sick sorry you should get sick if you get sick get a doctor 我沒有辦法 令你不 get sick 因為我講老實話 你可以get stuck 即是說你不消化 不要緊 沒有什麼所謂 OK 今天呢 簡直是 這個 大仇賓周 沒有所謂的 因為我們是做了 我們遲了開始 不好意思 我們做了半個小時 是 不好意思 你嚇到貓 你這麼大聲 你知不知道我們平時 過半小時 現在是做了兩個小時 我記得我遲了開 不好意思 沒有關係 時間 我們做了接近兩個小時 不好意思 不要緊 不要緊 因為我們今天有很多題目去講 所以就是 第一 苦口良藥 第二 就是現實是殘酷的 選舉前的穿一個 星期三晚 大家睡好 第三 就是 我們不是打飛機 所以我們不會塗潤滑劑 在我們的說話上面 沒有 說實話 極左也有 包裝得很好聽 沒有的 我們只會由不同的角度 去講一件事給你聽 所以多少是有點響 因為你對聽 你旁邊的那個 未必對聽 光譜不同 大家的需求不同 你的支持者不同 就跟我的支持者不同 你也可以因為這樣 不喜歡我們 不要緊 我們歡迎大家出聲的 問題就是 我也習慣了被人不喜歡 只要我一說 希望樓價跌 每個人都想殺了我 不會 至少我不會 這當然不會 不是 一聲跌我也會賺 我可以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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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憎你 不知多開心 多謝大家 今天 幫忙訂閱我們的YouTube 分享我們的影片 然後想一下我們所說的 我們真的 沒有包袱的情況之下 說這些說話 OK 多謝 不好意思 已經過分時間了 再見 拜拜 拜拜